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曾诞生过伟大的文明 这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 也许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好奇 这块土地上最早的人类是谁 他们来自何方 我们能否跨越时空的距离 看到他们真实的模样 二十世纪末 通过破译隐藏在我们身体中的基因密码 一部前人未曾察觉的历史开始水落石出 大约在数万年前 一只来自非洲的人群征服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他们最终取代了那些落后的种群 成为了现代人类唯一的祖先 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现代中国人真的是这只神秘人群的后代吗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大家栏目 对于现代中国人的起源 我们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曾在课本中看到过这样的说法 我们的祖先是北京猿人 生活在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他们 已经开始学会用火 会使用简单的工具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基因学说否定了这个结论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谁呢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是吴新智院士 他是一位古人类学家 他一生所肩负的使命 就是以化石为证据 来研究现代中国人的起源问题 那么他会为我们带来最终的答案吗 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为了破解现代中国人起源之谜 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已经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这些几代人积累的化石证据 让以他为代表的古人类学家们相信 我们的祖先自一百多万年前起 就已经在这里开始生存和进化 在出自非洲说带来强烈的冲击时 他已经是古兮之年了 但我可以就放手了 很无所谓了 但我想到 底下的学生 还对对行的人 受到这么压抑 那么觉得 我如果能做点什么事情的话 那么解脱这种困境 那就很好 真相究竟是怎样 我们的祖先到底来自何方 事情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呢 关于现代人类的进化 有着太多太多的谜团 这个人被称为猴娃 他曾生活在湖北长阳 因为外形奇特 只会发出简单的阴结 不爱穿衣服 很长一段时间 当地流传着猴娃的母亲 曾被野人掳去 猴娃是野人后代的说法 长阳在地理位置上 靠近神农架 神农架 森林广阔 风貌自然原始 前些年 曾有媒体报道 有人在这里 目击到野人活动 一时间 引起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 猴娃的存在 似乎又为传闻 增添了些确切的依据 千里之外的北京 各种关于人类学研究的新闻 一直在无心智的密切关注之中 野人是否真的存在 找到他们对于破解现代人类起源之谜 是否有所帮助呢 吴兴智曾是国内第一批 赴野外寻找野人的科学家 他还记得早在1962年 有野人出没的消息 就曾轻软护一时 那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 就是有一个中学的老师吧 他希望打猎 晚上出来打猎 他就看到 他说他看见了一个野人 蹬在那个手边上 后来走了 另外还有一个寨子的他人 他说他们看到 这远远的山坡上 有这个野人在月光底下跳舞 就这样一传了以后 那些老乡就害怕了 为了查清真相 平息风波 吴新智等几位科学家 背着行囊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 寻找了三个多月 风餐露宿没有停歇 但却一无所获 忽然有一天 在当地比较常见的长壁园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老乡说不是 因为刚才跳舞 跳舞他们做的样子 就是两个手抬起来了 最后就打了两个长壁园 回到县城里汇报了 就把长壁园死的 就放在门口 就牵着一道老乡来看 看了以后 我们就说可能就是这样一东西 后来老乡认可了 原来在西双版纳 随着当地老乡不断开荒 他们慢慢地进入了原始森林中 长壁园的领地 因为误会 以鹅传鹅才酿成了这一场风波 那么猴娃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是否真的有可能是野人的后代呢 猴娃只活了三十多岁 在1989年 她就已经去世了 为了通过科学手段 确定她的身份 科学家们不得不打开棺木 取出她的尸骨 通过形态学上的分析 人们发现猴娃除了头骨很小以外 其他骨骼都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她应该是一位典型的小脑症患者 她的脑容量远远要比正常成年人小 甚至还不及刚刚出生的婴儿 所谓的野人后代 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人 除了神农家 在喜马拉雅山脉 传说也有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神秘生物 他们被称为雪人 这些神秘的大脚印 都是在珠穆朗玛无人区发现的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 就有人在这里追逐雪人的踪迹 目击者描述的雪人身体强壮 脚健敏捷 虽曾有研究声称 所谓的雪人只不过是熊而已 但各种关于野人的争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甚嚣尘尚 交锋激烈 吴欣智认为 野人之谜最终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手段 得以论证 我希望我们中国保佑这个野人毛的这些人 能够把这个毛拿着 拿着一些 因为现在做第一 做第一 很清楚的 一做出来马上就可以看出 它跟什么什么关系 无论野人存在与否 都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 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中的确曾存在过一些奇异的种群 这是弗洛洛斯人和现代人相比 他们仿佛来自小人国 那人很特别的 那个脑袋很小的 脑袋很小的 脑量只有差不多400 不到400一点 我们是平均是1350 化石证据显示 弗洛洛斯人成年个体身高只有一米多一点 只相当于现代人五岁左右的孩子 他们生活在距今约一万八千年的印度尼西亚 关于他们为何如此矮小 至今为止还没有定论 关于人类的起源 从化石的证据 目前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最早的古人类出现于600万年前的非洲 大约200万年前 其中一部分开始向欧亚等地迁徙 他们成为了非洲以外地区古人类的祖先 但那时他们和现代人相比 形态还非常原始 从那时起 古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进化成为现代人的 这一直是争议很多的模糊地带 也是包括吴新智在内 几代学者苦苦求索的命题 几十年来 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化石 已经让中国人从一百多万年前到今天 进化的大致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古人类的化石稀少而珍贵 完整的头骨很少 有的地点仅有牙齿 已经是学界如获至宝 几代学者为了寻找化石 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 在这些化石上很明显存在着一些特征 和现代的中国人非常相像 这无疑是中国人本土连续进化的最有力证据 在一百多万年漫长的时空里 为了适应外界的条件 那些古老的人类身体逐渐发生了变化 外形慢慢退去了原始的特征 智慧被逐步开启 对外部世界的掌控也开始越来越得心应手 来自中国大地的所有化石证据都论证了这样的事实 难道这个结论还有什么漏洞和不足吗 对于现代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 化石说和基因说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 带来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然而真相只有一个 面对公众 吴院士意识到他有责任给出一个科学的答案 他无法回避 只有不断地探索前行 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谁 他们到底来自何方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展览馆 每天都会迎来许多兴致盎然的参观者 关于祖先的话题 中国人似乎显得特别关心 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看这些古人类的化石 精心复原的展品 让孩子们把想象的触角伸向了遥远的世前世界 但是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谁呢 在众说纷纭中 我们能够理清头绪吗 化石的证据告诉我们 我们的祖先是从一百多万年前开始 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生存进化的 但基因说却认为 我们的祖先来源于数万年前的非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事实的真相呢 其实我们搞古人那些都知道 就是本来对现代人的这些特征呢 是一大堆的拼盘吧 这拼盘的这一块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那一块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最后拼成我们现在这个样 而他们搞基因的就认为 一下基因突变 一下出来一个新的人种了 这人种跟旁边的人 跟他以前的人都很不一样了 在化石上没这个事儿 没这种化石没发现过 现代中国人出自非洲说 一经问世持续受到关注 媒体对于这个问题不断炒作 吸引眼球 他们的报道倾向性很强 仿佛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在这个时期我知道吴老是比较压抑的 虽然他自己呢 就是从这个中国乃至东亚的材料本身 他认为得出这个结论 我们这个地方人类联系计划 附带杂交 是有科学依据的 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地方的材料特点的 但是呢 没人听他的这种理论观点 也没人很少有媒体去采访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老旧的观点 并且一个对历史淘汰的观点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 此时的无心智还有另外一种顾虑 美国支持本地连续进化学说的学者 已经很难申请经费 他很担心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中国 对于这个学科所寄予的期望 让无心智无法放下手里的工作 去和其他人一样 享受退休在家的安闲时光 无心智认为 出自非洲说 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 无法解释 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 如果说我们都是数万年前 非洲人群的后代 那么从一百多万年前起 就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他们怎么会无缘无故的 忽然消失了呢 没有理由 对环境啊 没有理由说把这个人这么这么大 都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 对此 出自非洲说的学者认为 距今十一万年前到一万年左右 是一次漫长的冰河期 它使得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古人类 遭遇了灭顶之灾 而只有非洲地区的人们 逃过了这一劫难 然而 这也仅仅是一种推测 现实的证据 是否支持这一说法呢 在内蒙古的撒拉乌苏 人们曾发现 距今五到三万年的古人类化石 这说明 在寒冷的冰河期 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 并没有灭绝 而且这也并不是冰河期 中国唯一的人类遗存 原始人全部灭绝的推测 是不成立的 但是 吴新智知道 这些证据还不能够对基因学说 予以有利的还击 我这个知道 就是我们的一个短短吧 就是化石手啊 化石手 而且化石手 你要不要增加的很多很多 永远不可能的 他必须找到其他来自远古时代的证据 然而 还有什么线索 是可以去发现和利用的呢 吴新智把目光 对准了考古学 他的可研究对象 要丰富得多 比如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啊 就发现 有人类化石的这种遗址 大概是70多厨 但是呢 就是没有人类化石 但是有文化遗址的遗址 应该是2000多重 石器是考古学领域至关重要的发现 他们从另一个角度 讲述了原始人类世界里发生的重大事件 人类在用双腿学会直立行走之后 就开始学着制造工具 石器是人类独特的标志之一 即使没有发现骨骼化石 通过石器 我们也可以判断出不同地区的古人类处于怎样一种生存状态 这是在中国发现的原始石器 看得出来他们制作的简易粗糙 似乎打出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这是北京猿人的石器 这是山顶动人的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 虽然跨越了近50万年的时空 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使用的工具 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石器 虽然地层年代不同 但打制石器的技术却大体始终处于同一个水平 这说明在中国这种生产技术被一以贯之 一经发明便延续了下来 而西方的石器与其非常不同 显示出明显的阶梯式发展的特征 西方的它是一般是从第一模式 第二模式 第三模式 第四模式 第五模式 一步步发展的 变的 这个在这个石器 它就流行的是这个阶段的石器 这种制造的模式 在这个石器 流行的那一段 它不一样 我们中国呢 都是一知识 都是第一模式 如果说 曾有一只人群数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 那当时的石器应该带着西方的特点 然而事实证明 中国的石器文化 见或有西来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 从来没有占据过主流 吴新智意识到 真相也许 远远比想象更加复杂 为了找到对手的疑点 他决定学习基因说的有关内容 现代人出自非洲说 主要依据的是对基因变异的研究 这些新鲜的理论深深的吸引了他 好多事啊 都不麻烦别人 自己呢 我经常会看见八十多岁老学 自己捧着几本书 点点点下楼就复印去 我说你去找我们弄一下 学生弄不跑 自己都做的 他就说只要自己能做事不忙的人 此时他的这份执着无关是非 无关名利 他越来越感觉到这样的雄根之旅 充满了发现和思辨的乐趣 研究显示 非洲人的基因变异是最多的 这意味着他们最古老 这个推论是否有可质疑的空间呢 在吴新智看来 他的不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会不会是因为代数积累的更多 使得非洲人在同样的时间里 比其他地区的人们 积累了更多的基因变异呢 另一方面 试验证实了基因变异 也可能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非洲的这个布什曼人 他们的这个 个体群体内部的 个体间的变异率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研究就发现 这一种受力采集的一种人群 这种生活方式和气候条件 导致的他的这个变异非常快 看来基因说并不是毫无破绽的 但此时 两种学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他们各有支持者 两个阵营都在着手扩充自己的证据 在这个对阵的紧张时刻 能否有一个关键证据的出现 来扭转乾坤呢 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关于现代中国人的祖先究竟来自何方 这个问题 话时说和基因说互不相让 在这场较量中 基因说一度从舆论上占据了上风 突破口到底在哪里 无心智在苦苦的寻觅和等待 一直以来 他还有一个必须要回应的问题 那就是在进化的链条中 化石证据还存在着缺失和不足 这是距今五十万年的北京猿人 他的形态非常原始 而时间的另一端 距今三万年的山顶洞人 他的形态和现代人已经基本一致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如何过渡的 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为了寻找更多的化石 古人类学家们每年很长时间 都是在野外从事发掘工作 然而化石的出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那个至关重要的化石证据 何时才能出现呢 有了它 一个更为清晰的进化脉络被勾勒出来 是否我们距离现代中国人 起源之谜的真相 也就更进一步了呢 2008年的一天 一位从事哺乳动物研究的同事 带回了一块夏河谷 他找到无心智 希望能给予鉴定 这是前段时间 他们在广西重佐进行野外发掘时发现的 这块化石明显属于人类 但它的形态似乎有些异乎寻查 到底是什么样的发现 给了他这样的惊喜呢 这块夏河谷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就它因为有这里 我们这里是突出来叫刻龙突 那么像北京人它就完全没有 它就往后射进去了 而这个它那个就这个地方 有个我们叫 就像刚刚出来一点雏形 是这样的 这块夏河谷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证明了它的主人正处于以北京原人为代表的原始人 向现代人过渡的阶段 这种人被命名为重佐治人 这正是无心智梦寐以求的关键环节 然而重佐治人的生活年代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这个年代和过渡期并不吻合 那么它的发现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重佐的发现的科学意义就在于 经过研究 化石发现和研究 我们得出结论 早期现代人在华南地区S2DS 能早到十万年前 比以往认识的提早了六万年前 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进步 通过各种试验分析最终证实 重佐治人生活在距今约十一万年前 这个时间点也恰好与原始人 向现代人过渡的时期相吻合 如果说在十一万年前 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了接近现代人特征的人群 那么更适应本土环境的他们 相比后来的非洲人在自然选择中 胜算理应更大 当然也就更有可能是我们的祖先 其实在分析比对了许多化石之后 无心智早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对于祖先的起源 他有着一个更加合理的假设 1958年 广西柳江发现了一个头骨 被带回北京 由专业技师进行修复 他被命名为柳江人 通过地层年代得知 柳江人生活在距今六七万年到二十万年之间 这个头骨看上去十分圆龙 这表明柳江人脑量增大 应该比北京圆人更聪明 无心智发现 在柳江人的后脑勺上 有一块发际状的龙旗 有一个话我不能听说 要视而不见 有些东西你眼睛是看了 但实际上没看见 就像发际状的龙旗吧 好多人都看 中国人外国人看了 好多人都看 当然人家就没听这些东西 那么我就看这些东西吧 这个发际状龙旗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因为同样的特点也出现在欧洲发现的 尼安德特人头骨化石上 经过一番梳理 无心智又找到了一些特征 在丽江人和滋阳人的后脑勺 好像也有发际状龙旗 这些原本属于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一而再地出现在中国的古人类身上 此外在山顶洞人的一个头骨化石上 犬骨似乎也有着西方人的特征 无心智对于现代中国人的进化历程 做出了这样的推测 这是一段远比人们以往所想象更加复杂的历史 一些外来的人群 他们带着特有的生产技术和文化 为了生存千里迢迢 一路迁徙 原本生活在中国的古老人类 此时他们还不能意识到 生活的平静将被打破 改变即将发生 某一天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相遇了 也许在他们的眼中对方是非常奇怪的 他们的外貌和装扮看起来完全不同 这是历史上一个新的开始 不同的人群互相交融 带来了快速的进步 产生了更高的智慧 中国人在这个碰撞的历程中逐渐烟化形成 无心智将其总结为连续进化 附带杂交 然而 这个看似最合理的假说 能够从基因所的角度 极于证实吗 2009年 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 开展了一项惊人的实验 他们将从古老的人类 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中提取DNA 尼安德特人数万年前生活在欧洲和亚洲 他们的样子已经和现代人非常接近了 但他们同样被认为是已经被灭绝和取代的种群 如果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片段被现代人所携带 那么基因说所认为的古老人种 被来自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的说法将不攻自破 比如说最假的墓葬 就是尼安德特人发明的 他们在十万年左右就开始买将他们的丝子 而且能够在墓葬里放置鲜花 而且他们能够制作这种装饰品 制作一些小的雕像 此时无心智密切地关注着试验的进展 因为年代久远 提取古生物的DNA十分困难 但这将是人们最接近事实真相的一次机会 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之下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能否被一点点拼接起来 人们能够重现隐藏在血液之中的历史吗 化石证据所坚持的连续进化学说和基因研究所带来的出自非洲说 这场激烈的争论 谁将是最后的赢家 这是全世界学界激动的时刻 决定性的一瞬间终于来临了 然后跟现代人进行比对 就发现年德特人实际上没有完全灭绝 他们对现代人的基因还是有贡献的 无心智的推断被基因研究所论证了 古老的原始人类并没有在物尽天责中完全灭绝 他们的血脉延续了下来 化石说和基因说旷日持久的争论终于有了突破 古丁月一证明说有交流了突破了 更有可能的历史是 在古老的原始世界 不同地区的人群之间有着多项而频繁的交流 他们共同繁衍出今天地球上密切关联 但又色彩分成的人类族群 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修正他们的观点 由这个Portal Replacement就是完全的替代 变成这个Parsal Replacement就是部分替代 甚至现在更多的用一种同化的理论来解释 所以同化就是一种交流和融合 他承认不同的人群是发生过这种基因的交流的 所以共同演绎成我们现在的人类 武新智依然在寻找着 他希望化石证据能更加充分 在中国开展的古DNA研究能够走向成熟 也许对于追寻祖先世界里发生的故事 我们今天所能够做的还只是点击性的工作 你想这个历史那么复杂那么丰富 你不可能给它填满 你本年长到一千年代都不可能 除非你现在发现一个东西的追寻光速 你不可能的了 对于现代中国人的起源 化石说和基因说的较量持续了十几年 在这个漫长的研究历程中 也许坚持本身就是最可贵的 回首科研之路 吴院士笑称自己是随遇而尽 质疑和反对也许并不是坏事 他们也可能带来新的机遇 成为前进路上的另外一种职业 2013年 吴院士获得了上海人类学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他告诉我们 对于现代中国人起源的研究 化石 基因 考古等多个学科 已经开始走向了融合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期待所有的证据指向同一个答案的那一天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家栏目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 再见